Dinosaur 哈囉大家好,我是四格林 K-POP中有很多團魂爆棚、感情非常好的團體 那當然也會有一些比較貌合神離、不合傳言不斷的團體 而大部分都是未經證實、純屬猜測 但有一個團體毫不保留的展現出厭惡對方的情緒 至今出道10年這個厭惡是越來越深 近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要出發去2023AA頒獎典禮前的機場罩吧 這個距離說要多遠有多遠 好險記者們帶的應該都是變焦鏡吧 這個就是真實兄妹的距離感 到了典禮現場兩人也是各做各的事 在同一張桌子連坐在一起都不肯 當主持人問到即將進入2024年對彼此有什麼祝福嗎? 哥哥率先進攻 希望我親愛的秀賢能用他那令人喜愛的歌聲繼續唱下去 面對這一首妹妹當然是傻眼貓咪 但她可沒有要接招 先是說了我也希望明年能比今年更好 畫風一轉 變成希望我們的膚色順歐爸能夠更健康更幸福發展得更好 每次看這對兄妹的相愛相殺真的都很好笑 但實際上他們一定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才敢這樣開玩笑 兄妹倆互相扶持一路走到現在 妹妹被問到是如何看待是音樂人又是製作人的哥哥時 也曾經說過非常尊敬哥哥認為燦賀是韓國最會寫歌的人 會以妹妹的聲音為優先考量去打造出量身訂做的歌曲 也確實樂同音樂家每次回歸都會霸佔音源榜成為音源強者 不知不覺陷入他們的音樂世界中無法自拔 那接下來就跟著我一起回顧樂同音樂家相愛相殺的音樂旅程吧 唱賀和秀賢小時候的生活並不富裕 住在半地下室的房子裡 雖然環境並不好但一家人感情非常好和熱熔熔的生活著 度過了艱難卻沒有太多煩惱的童年 2008年兄妹隨著父母離開韓國前往蒙古傳教 因為經濟不富裕無法正常入學 開始上家庭學校在家自學獲得更加自由的成長空間 兩人也因為父母的關係時常可以接觸到教堂的樂器 因為在家自學和朋友出去玩的時間變少 玩著玩著漸漸培養出音樂的興趣 也發現有了這方面的才華 秀賢也開始有明確的夢想就是想成為歌手 唱賀雖然因為進入了青春期和爸爸的溝通有些不良 但後來以自己的方式讓爸爸看見了他的天賦 在教會的聖誕活動表演了自己編曲的機器人舞蹈 也讓爸爸向他道歉並開始信任他 唱賀曾經說過如果沒有去蒙古的話就沒有現在的我們了 這段期間他們也開始在網路上發布許多自創跟翻唱歌曲 在很小的年紀就展現了天賦並獲得人氣 2012年兩人回到韓國參加K-pop Start2 第一輪就在Mr.A面前改變他們的歌曲 接著演唱不要翹腳用非常有趣的內容獲得非常高的關注 兩人的才華也讓評審高度稱讚他們是真正的藝術家 而這一段Gift Love的片段相信大家應該是印象深刻 看看當時楊社長那個嘴角比AK還難壓就知道這兩兄妹的實力有多驚人 從節目一開始楊社長就毫不吝嗇對他們的喜愛 你要知道這種表情對他這種見過大風大讓的人來說是多難得 接下來的每次演出都沒有讓觀眾失望 每一集都是可以無限播放的程度 除了歌曲本身他們也會用很好的舞台效果去搭配歌詞 讓每一次的演出都是一場非常完整的音樂劇令人陶醉 最終也不負眾望拿下了這季的冠軍正式簽約外居娛 經過一年的時間在2014年4月7日以燦賀全創作專輯Play正式出道 專輯一發布就引起廣大迴響 11首歌曲在音源榜迅速竄生 最終拿下2014年專輯音源下載數第一名 加上前面在節目中唱過的Gift Love一共三首主打歌 200%有著歡樂旋律和節奏感 加上單相思的有趣歌詞 以樂同事的清新風格為K-pop市場帶來全新的體驗 MV也讓當時還是模特兒的男主賀 獲得很高的討論並開始對演戲產生興趣 另一首主打歌《冰塊們》則是用諧音將大人們比喻成冰塊 用小孩的視角帶出大人的世界 MV也用灰色的色調來演繹 歌詞要是冰願意融化的話 這首歌說不定會更溫暖一點 為什麼冰要如此冷酷呢?為什麼呢? 兩句歌詞點出了讓人非常深省的議題 也讓人了解他們被稱為藝術家的原因 專輯拿下韓國大眾音樂獎最佳流行專輯獎 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得獎者 2016年5月睽違一年半發行迷你一集《時春季上》 以每個人都會經歷過一次思緒敏感複雜的青春期為主題 用不同角度將每一種情緒記錄成歌曲 並將青春期描述為春天來臨時 主打歌《Rebuy》 用爵士曲風唱出不想因反覆的大小式分手而受傷的心情 經歷了無數次的分離後習慣並用自己的方式克服它 第一首主打《How People Move》 以《Funky Music》的形式 將人的身體和生命的好奇化為歌詞 對日常的所有動作和我們自然而然的生活視為特別的禮物 果然藝術家的思維真的不一樣 像我就從來沒好奇過這些事更別說是寫下來了 2017年1月發行正規二集《時春季下》 上集是春天下集則是冬天 有別於上集以描述人事物為主的故事 這次用成長和回憶為主軸 以歌曲順序描繪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Let's Talk Goodbye 歌曲充滿冬天感描述對過去戀人的思念之情 以回顧的心態去理解當時討厭的那句話 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理解並意識到有些事情是無可奈何的 上節目更是被妹妹爆料 寫歌的時候是一邊哭一邊將旋律記下來的 也難怪這首成為哥哥最喜歡的歌曲 另一首主打《現實》則是點出日常現實的殘酷 雖然逐漸向現實妥協 但青春期那份掙扎是不會白費的 第三首主打歌為《Play Ugly》 更是對多年來對於他們外貌批評的反擊 在這個外貌至上的時代我們只是在裝醜而已 為什麼一直想要把我們變得難看 以自嘲的方式表達他們已經克服這些言論 7月推出夏日專輯主打歌就是那個呼到你家玻璃 差點破掉的Dinosaur 加上House EDM形式滿滿夢幻感讓人被困在其中 歌詞講述小時候感受到的孤獨和恐懼的幻想故事 並鼓勵大家面對自己心中的恐懼 這首歌讓秀賢的唱功再度被認證成為了最難cover的神曲之一 妹妹當初也跟哥哥約定只唱錄音這一次絕不唱live 但沒想到因為歌曲很受歡迎 所以不論是節目還是演唱會都成了必唱曲目 所以之後只要唱了就會拿唱赫出氣順便發力 一般人千萬別嘗試唱不好真的會變成恐龍 9月唱赫宣布錄舞當時才21歲的他在這個年紀錄舞是很罕見的 並且唱赫是自願進入海軍陸戰隊服役真的令人佩服 其實他一直有跟公司表達想要早點入伍並選擇海軍陸戰隊 但公司怕他瘦弱的身材承受不住高強度的訓練 希望他當一般的訓練兵就好了 但最後還是抵擋不過唱赫的強烈意志 而當兵前其實已經準備好專輯給妹妹寫了不少歌曲 在軍中也利用空檔寫下歌詞為了不忘記旋律每天都會複習 不過某天秀賢寫了很長的信給他的內容是 他想要做自己的音樂應該不會唱你幫我寫的專輯了 雖然唱赫心裡驚了一下但同時也感到很欣慰 有種妹妹終於要成為藝術家的感覺 之後在節目上秀賢被問到雖然和哥哥吵吵鬧鬧的 但心中都沒有尊敬過他嗎? 妹妹表示在我心目中哥哥是韓國最會寫歌的人 平常哥哥一直陪伴在身邊沒有特別的感受 直到他入伍後才感受到原來哥哥肩上背負的重擔有多重 每次進行會議時大家都很期待哥哥的意見等著他開口 但現在剩我一個人沒有人可以依賴才知道這些都是哥哥一個人扛起的 從那時候開始有了寄信給哥哥的習慣 並在信中提到只有他是最了解我聲音的人 只有他會考慮到我的聲音而去寫歌而已 哥哥也因為這些信開始有了很多想法 感受到我們是如此珍貴的關係 2019年5月參和退伍 9月發行珍貴三集航海 睽違兩年多的回歸 大眾沒有忘記他們拿下很好的成績 就如專輯名稱一樣代表著出發也代表著離開 描述兩人在20歲過後 離開了自己的舒適圈向全新的自己邁開步伐 全專都非常值得細細品嘗可以稱為是藝術品的一張專輯 主打歌如何連離別都愛著而我是愛著你的 一發行就攻佔七大姻緣榜的一位並長期霸佔第一名 非常悲傷的旋律帶出了離別的主軸卻又同時獲得治癒 這首歌也被許多歌手翻唱非常有人氣 還有一首必須推薦的就是《如魚得水》 和較為歡樂的鄉村節奏不同歌詞是嚴肅的議題 背景是兩位朋友出海 一位非常喜歡大海但在生活中不斷遭遇困難 最終選擇跳進那個令他感到放鬆的海中 而另一位則是在原地看著他跳進去並唱著這首歌有種祝福的意境 沒有用負面的使用死亡這個主題而是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 2020年11月發行單曲《Happening》 這次和以往不同因為原本是要擋solo歌曲的 因此哥哥的pop比妹妹多了不少 以《Happening》點出不想再經歷離別的痛苦 所以讓一切都在當下結束不再留戀過往 2021年7月發行合作專輯分別和7位歌手合唱 以超越自由為主題不受任何環境影響內心的自由 講述7種不同的故事 主打歌是跟IU合作的落下 歌曲非常有中毒性 看似絕望的情境其實是一首正面樂觀的歌曲 昌赫認為當一個人不斷的墜落但在沒有地面的前提下 最終他可能出現在地球的另一頭飛翔 看似你從現在的位置掉下來身處谷底 但其實你是可以享受重生的自由 還有一首推薦的是和大前輩李仙姬合作的戰場 9.90年代的復古曲風一句戰爭一定要出現血和子彈嗎? 以小孩的視角一語道盡這個充滿不平等的世界 後段以那時海邊還能海水域 那時還沒有人戴口罩 來表達被疫情剝奪自由的傷感 2023年8月發行第四張單曲《Lovely》 簡單輕快的旋律讓《Lovely》成為大家的禮物 回到剛出道時的朝氣和初心 一發行就拿下近年來最好的成績 並成為2023年第一個登底《Melon Top 100》的非偶像歌手 副歌的可愛手指舞也引起了一陣Challenge熱潮 除了歌曲秀賢的身材明顯變浮腫也成為話題 這次回歸秀賢就在IG上講到了長達三年的低潮期 對於這段時間一直壓力很大 卻只能隱藏自己不想讓喜愛自己的人看見 也曾在YT上透露自己患有暴食症有壓力就會暴飲暴食 開始失眠甚至討厭自己最愛的音樂還曾經有了隱退的想法 並感謝努力付出的哥哥所會做出可以讓我享受的音樂 表示Lovely給予他再次唱歌和向前走的動力 並感謝粉絲的鼓勵 不過在妹妹感性的發文後哥哥來底下留言 下次再發這種嚴肅的文章之前先給我檢查一遍吧 因為分段太多看起來沒什麼頭緒所以請加油囉 也讓妹妹忍不住回嗆實在有夠火大 果然是真的家人總是用不同的方式給予對方關愛 今年6月帶著迷你3集回歸 用無論何時都可以簡單舒適享受的愛情故事為主題 主打歌Hero以童話故事為背景MV非常可愛有趣 有點搖籃曲的形式讓人內心逐漸被撫平 果然是信聽的王者 兩人雖然總是說著討厭對方的話 但其實非常明白互相信中的想法 用自己的方式愛著對方這也是他們最舒服又熟悉的模式 這樣相愛相殺的兄妹你怎麼能不愛呢? 今年出道10周年向3個機構分別捐出4700萬韓元 以紀念出道日4月7日真的是非常有意義的紀念方式 不同於常見的浪漫愛情或分手痛苦 而是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瑣碎時刻 創造出具有共鳴又朗朗上口的歌曲 他們的每張專輯都是值得細細去品味 一定會帶給你很大的啟發 非常期待未來他們又會帶來什麼令人深省有乃聽的作品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是四格林 喜歡影片幫我按讚、訂閱、分享、IG 幫我追蹤起來謝謝大家 掰 為何來都可以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